这应该是荒野独居史上最难的一季 即使罗兰乔丹来了都要被打回原形 钓鱼一天不能超过两条 鱼钩不允许带岛钩和火尔 刺亡45天后才能下水捕捞 松鼠灰熊驼鹿都成为了保护动物 在居多条件的限制下 它们将如何生存下去呢 允许携带实践装备 食人在齐尔科湖展开了野外生存对决 坚持到最后的 将赢下50万美金的现金奖励 本期守卫出场的选手叫蒂姆 看着节目组的小游艇渐行渐远 它情不自禁地煽然泪下 开始思念远在天边的娇妻和孩子们 在怀恶明的老家 蒂姆是一名经验丰富的猎手 小时候当别人家的孩子看灰太狼时 它已经开始钓鱼和抓野白兔了 最擅长的就是狩猎大型猎物 连黑熊这种可怕的生物都曾败在它的手下 不过在辉煌的过往 也会被现实的生活打败 如今作为四个孩子的父亲 它需要这笔马内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开局它给自己定了三个目标 搭建庇护所狩猎和钓鱼 如果能顺利做好这三件事 坚持110天都问题不大 当看到地上明显的灰熊掌印时 它高涨的信心又跌落到了低谷 这里的灰熊数量超过200 不想成为第一个领和犯的 它决定先把坚固的庇护所搭建起来 第二位出场的选手是克雷 刚来到丛林达也就发现一条清晰的兽刀 身为一名优秀的猎手 它能敏锐地感觉到这里有猎物 就这样一边走一边留意着周围的情况 果然不出所料 营养丰富的牛肝菌让它找到了 这是一种可食用菌菇 含有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 味道鲜美在野外是不可多得的食材 而眼前这个男人却收集了满满一包 参加挑战之前 克雷是一名视频创作博主 热爱制作弓箭和野外狩猎 从他赠光瓦亮的脑门不难看出 应该是一名隐藏大佬吧 搭建房屋户外钓鱼 熟练掌握了各种野外生存技能 现在和妻子孩子在一处农场生活 为了还清房贷 给孩子们攒些上学的满内 他决定暂时离开家人去放手一搏 继续在丛林探查时 克雷又发现一只正在下蛋的松鸡 难道刚开局就要吃上大餐了吗 装上箭矢瞄准后果断射击 下一秒今天的晚餐躺在了手上 来到湖边将鸡毛拔的一干二净 再搭配着美味的牛肝菌菇 妥妥的一顿小鸡炖蘑菇大餐 就在他忙着烹饪时 猎人的警觉性让他感受到了威胁 观察了一番并没有发现不对劲 就在他刚刚放松警惕 眼前一幕吓了克雷一大跳 随着镜头推进 只见一头美洲师正虎视眈眈的盯着自己 难道是不小心吃了对方的猎物吗 于是他打算放下相机 转身去拿弓箭和对方理论 没想到这家伙跑得比兔子还快 等克雷刚追上去 树林里就只剩下了一道残影 返回营地后他越想越起 如果当时弓箭在身边的话 接下来一个月的口粮不就有了吗 瞬间感觉小鸡顿蘑菇也不香了 第三位出场的亮仔是马特 一头盖帮发型引领了这片荒野的潮流 刚落地他的运气就不错 只见千米之外的湖面上一只驼鹿正在游泳 如果能及时截湖的话 他将直接晋级决赛圈 在维京群岛的老家 马特是一名原始技能教练 全身新投入荒野传授人们生存技能 曾独自在简陋的窝棚度过七个冬季 还花一年时间用石器做工具 当然身为在海边长大的猎手 钓鱼对他来说简直是轻而易举 如今一对儿女和娇气过着幸福的生活 参加挑战是想让自己的才华 在荒野得到充分的展现 为此他连打伙食也没带 但在一千多米的海拔生活 和平时肯定会有一定的区别 最后花了一个下午才点燃熊熊烈焰 做完这些 他开始熟悉营地周围的环境 结果走着走着 马特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 一只带娃的灰熊 从前面呼啸而过 幸亏这家熊已经填饱了肚子 要不然他就成为了下韭菜 第四位出场的选手是比克 一早趴在地上享用起了露水汤 里面偶尔夹杂着的蛋白质 就是他一顿朴实且无华的早餐 参加挑战前 比克是一名流浪歌手 音乐和荒野是他的两大爱好 好嗓门能帮他维持生计 荒野才是比克一生追逐的梦想 为此他准备了很多年 丰富的野外技能加上渔民背景 他坚信自己能够挺到最后 同时也是为了即将出生的双胞胎 比克没有理由不去拼搏一次 从他飙肥体壮的体格不难看出 这刁毛是有备而来的 在捕获不到大型猎物的情况下 康厄是选手们坚持下去的唯一途径 在营地附近进行视察时 抚目上的一根铁钉引起了他的注意 看到这他把寻找食物抛到了脑后 接下来他准备锻造一把短刃 希望能像第七季的罗兰一样单挑射牛 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 自己在打野的路上越走越远了 最后经过他一宿的努力 铁钉终于有了短刃的雏形 后期进行一番打磨 绝对是把削铁如泥的破上风之刃 有了他的加持 比克忍不住高歌一曲 为了躲避黑熊精的骚扰 蒂姆正在搭建一座永久庇护所 屋顶采用的是斜面式设计 将木头叠加起来做墙面 然后把防御布往上面一扑 一座抵御灰熊的庇护所大功告成了 等他刚忙活完 一只不怕死的松鸡闯进了营地 然而身为猎人不用弓箭 将成为蒂姆最大的遗憾 一个三不粘连跟鸡毛都没挨到 尴尬的他只好换个方式获取食物 别人戴牙刷是为了呵护牙齿 而这个老六打算用他做仿生儿 把上面的金属亮片取下来打个孔 很快一个路亚装置就搞定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来到湖边刚准备抛钩时 突然狂风大作 几次尝试还差点误伤自己 三天下来饿了九顿 蒂姆只好先返回营地休息 时间来到了第五天 小鸡顿蘑菇吃完以后 克雷也打算对野基于下手 其实大佬早在第二天就做了准备 加工了一把带卷轴的吊杆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将甲尔抛得更远 从而提高也基于上钩的几率 趁着清晨天高蒙蒙亮 正是也基于出门觅食的时候 坚持了不到一小时 鱼钩里很快传来了动静 他的甲尔是用生锈的平带和散绳组合而成 没想到能用他钓上来鲑鱼 这种喜悦是空军们享受不到的 时间来到第六天 实在饿得有些扛不住了 蒂姆再次出门准备碰碰运气 谁知不活动还好 一运动他的心脏突然震动 强忍的疼痛返回营地才得知 他原来患有心脏疾病 长时间的饥饿和营养不良 造成心脏负荷增大 如果发作持续超过五分钟 还会增加造成永久伤害的几率 玩归玩闹归闹 蒂姆可不敢拿小命开玩笑 强撑着给节目组打了一个电话 随着小游艇的飞速驶来 最终只能遗憾退出了本场挑战